台北市議員中沛君今年6月的時候 是告發了名嘴朱玄恒二度強吻自己 而朱玄恒時候也是到北檢來告發自己 而檢方在10月底的時候 貞捷一兩個強制委罪罪起訴了朱玄恒 那麼今天下午2點半台北地院 是首度傳喚了兩人來開庭 而在稍早兩個人都已經現身了台北地院 不過面對媒體的提問 兩人都是不發抑鬱快步的走上了 帶你來看看現場畫面 針對今天開庭有什麼想說的嗎 會採認罪的方式嗎 要幫我們說幾句話 有打算做什麼樣的答辯嗎 現在要準備什麼東西嗎 由於他現在請請 而這也是朱玄恒跟中沛君 首度在台北地院交鋒對峙 不過由於這是性騷擾案件呢 法院是採取隔離的方式來做開庭 而等一下開庭的最新進度呢 我們也會隨時為您掌握 而且把航窮 谢谢观看